澳洲這兩年的森林野火摧毀許多動物的棲息地 除了常在新聞出現的五味熊 還有一種當地特有的鴨嘴獸 也面臨生存危機 保育團體正在打造全球第一個鴨嘴獸保育中心 搶救這種長相特別的動物 澳洲特有的鴨嘴獸 有有寬扁的鴨嘴 蒲狀的四肢 以及跟河離相近的毛茸融生區 模樣古怪又可愛 主要分布在澳洲東部河流地區 會在河岸湖岸上挖洞而居 一生與河流密不可分 然而澳洲過去幾年爆發嚴重肝旱 加上野火肆虐 摧毀了許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鴨嘴獸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澳洲動保團體正積極為他們打造一個庇護所 在建造我們的知識 所以我們不讓這個古典的物體 撕毀了地區 統計數據顯示 近30年來 鴨嘴獸喪失了22%的棲息地 動保人員則透過實地調查發現 人類建霸導致河流被截斷 乾旱造成河道乾裂 而野火則摧毀了食物來源 種種因素都讓鴨嘴獸陷入冰危境地 急需進行保育 這處設在新南威爾斯中西部 移住動物園中的庇護所 是全球第一個鴨嘴獸保育基地 渴望在2022年前完工 公視新聞則惠明編譯